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横渡星域那也是古之大地 以及远古大圣才有的手段 叶凡还没有那样的能力 离开就不可能回来了除非有奇迹 但却因此让人们意义起了叶凡昔日的一切 许多人都开探 他若还在会有了怎样的威势呢 也许可以通货林子 黄虚道 远古 天皇子 神残道人等一阵高下 离开了也好 这样勉强总算是我人足有人没有败 留下了一些尊严 身在皇城 听着人们的议论 一眼一息心中都很难平静 太古族的诸多年轻强者 真的这么可怕吗 我怎么越听越邪乎啊 有这么多狠人在 还有我立天神子君临天下的那一天吗 我人遇到如何发扬光大呢 妖皇殿 一个超级古老的地方 难以考证 存在多么久远了 世人只知他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始终不朽 它是南岭妖族心中的神圣殿堂 是敬畏与阶界神明的地方 据残缺的妖文记载 可能是一位妖族圣皇亲手著成 大山巍峨 举目耸立 老树称天 这是一片聪裕的峻岭 这片古老的山脉深处 便是妖族的神圣重地 一般情况下 胆敢乱闯者 割杀勿论 没有人敢踏足一步 唯有在举行一些古老的祭祀仪式 以及有一些重大庆典时 才会开放 允许各大腰部前来 当然 人类修饰中的贵 也可趁此机会 一窥他的真貌 了解这片神秘的谷地 叶凡三人 硬是以一大块神圆 私下里换来一张请柬 进入了这片山脉中 将以贵的身份登临 山脉很静 许多巨树也不知生长了多么久的年月 比山峰还高 满树青壁 更有一条条骨疼 粗大的吓人 如囚龙一样 将山岭都给爬满了 此地不能飞行 唯有徒步登临 尤其是妖族各部 更是需要以朝圣的心态前行 书音下很凉 时节古老 一步一步前行 可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沉点 与时间的积累 终于到了 山脉最深处 古松相伴 电雨横梗 还未接近 就由一股苍茫妖气 铺天盖地而来 像是从上谷浩荡而至 这是一股难以言表的威势 这片宫殿 并不是很广袤 但却像是高悬九重天 垂落一缕又一缕 开天辟地之气 镇压整片大世界 叶凡一探 传说中的妖皇币是真的 不是杜撰的人物 非古之大帝 不能留下这样一片电雨 到了这里 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有朝圣来的大妖 也有人族教主 但是说话的人不多 怕惊扰了这里的安宁与神圣 叶凡他们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这颗古星真的太大了 昔日见过他的人 并不是那么多 有妖童侍奉 将他们引向一座古雀中 往来接轨 妖族不会得罪 礼节都很到位 正宗的古殿 最为特殊 淹没于可怕的妖气中 无法得亏全貌 有上古妖皇的气息 像是有人在当中沉睡 所有人都要止步 除去妖族有数的几人外 谁也不能进去 惊人的气息 像是可以横断三千大世界 让人立刻联想到 那就是传说中的妖皇殿 唯额宏伟 如传说的古天庭一般 叶凡他们进入距离 妖皇殿不远的一座宫阙中 无比的雄伟与巨大 容纳上万人根本没有问题 很显然老有空间法则 一座又一座白玉桌后 盘坐着一名名强者 国品 仙酿等 早已摆满 殿中有很多人 各有各的位置 全都是一方大妖 更有一些年岁海人的古妖 当然也不乏人族的教主及人物 能够进入此地的修士 都是权柄滔天的人 每一个人都君临一方 教主 肃老 妖主 可怕的散人 皇主 圣僧等 皆拥有强大的权势 许多人在谈论 有的切磋修行体会 有的人在说上古秘心 还有的人在说当下的事 叶凡他们选了一个角落坐下 没有说什么 全都在用耳朵倾听 同时寻找北原荒谷世家的祖主 王成坤 有仁族教主恭维道 而今天下 南岭妖部日盛 真是可喜可贺 尤其是年轻一代 更是高手辈出让人现眼 是啊 若论年轻一代第一人 恐怕非南妖莫属了 人族才是天地间的主角呀 一个又一个经验的人物出世 我妖族哪里能比呢 人族确实诸强林立 中皇镇骨朔金就不说了 是人皆知 更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崛起 让人惊叹 是啊 后期的妖光圣子 那可真有傲视之资 谁人可扛 有朝一日 避讳天下无敌 还有话云飞 二今我等都要避退了 吞天魔宫修成 再也没有人敢惹了 让人无奈而叹 是啊 这样的人可以罗列出一些 修成杜劫仙取的下酒忧 东荒的神王体姬浩月 还有那神秘的先天道台女子 太古族也很可怕呀 黄虚道 远古 神残道人等 真是让我辈都要惊悚 就在这时有人开口 王兄 你而北地破而后立 当应该有问顶天下第一的资格了吧 所有人都望向了一个黑发中年人 他碾虚道 哼 我而破而后立 的确可以傲视人间 但却充满了遗憾 想杀那圣体而无门 只恨他 逃离了这个世界 我儿是王腾 昔日呢 庞伯因这句话特意取笑过 转瞬十几年过去了 故人不在 却听到了他们的噩耗 此时 叶凡再次见到王家族主 又闻此言 心中冷笑不已 王兄养了个好儿子呀 既得乱古大帝的传承 又或许空无上秘诀 千古仅见 从未闻 有一人身间两种无缺经文 他日正道可泣呀 王成坤听到这样的恭伟 自然满脸笑容 他最自傲的就是其长子 年纪轻轻 一生修为就傲视人间 且拥有海誓大气韵 当年 他竞争族主之位时 没有一点优势 一切只因其子 幼时就头脚争容 最终族内的老祖选了他 说起来 圣体的离去 却是一种遗憾 王家的贤侄 不会留下什么执念吧 如果因此而无法正道 那就让人遗憾了 可惜呀 他逃离了这个世界 不然 必会血溅我而战袍 伸手异处 世人皆知 王滕贤之天总之资 傲骨灵金 老朽等全部要避退了 当今天下属于他们了 当年一战 王滕败王 并非实力不济 这些众人都知道 此时当着王家的面 没人说不愉快的 都说了一些奉承的话 这老小子脸皮可真厚啊 真当他儿子是未来大帝了 败过就是败过 有什么可粉饰的 历天不屑了 叶凡没有说什么 这是妖族的神圣重地 不可能再次动手 不然 将南领众多妖部 就全部都得罪了 就能请不吝点赞